你們畢竟有牌是紅的 我們是盡量能不要就不要 因為我們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把家裡面的那些 打打鬧好的部分 就搬上檯面也不太好看 快一點 追上他 快點 殺死你 卓俊澤接全明星不同台威廉 讚嘆老公出外景 加上天堂 每一次錄影都 前一天都會很興奮 你那時候 介紹到那個時候 你很好嗎 沒有啊 不是說要保密嗎 我是一個非常盡責 保密條款的人 全明星第四季 將在7月24號首播 除了有全新的賽制 也將形成藍紅黃三對共鬥 而本季隊經理也全數更新 小編有個大膽的想法 如果播報賽事的卓俊澤 場上有老公PlayOne 就更刺激了 你們最近有排氣 我們是盡量能不要就不要 因為我們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把家裡面的那些 打打鬧好的部分 就搬上檯面也不太好看 好快一點 追上他 好快一點 我殺死你 你都換鐵不成鋼 雖然沒有到那麼誇張 但是我真的會稍微就提醒他 如果他真的表現不好的話 他的拚贈精神 我覺得是百分之百的 但也是因為這樣的 我就會很擔心他受傷 But卓卓肯定知道自己身為工作狂 讓威廉也超擔心的 之前那個公司好像就是 真的讓我們要燒錢 肯定受過 我派了一組人馬 全美國到處跑去採訪 我們的台灣旅外的那些選手們 沒有人去特意的把它保存下來 那這些選手的那些新聞資訊 就好像過眼明年一樣 他就不會被大家記住 運動是一個非常好的外交手段 但偏偏我們其實 台灣會派過去其他國家的 就是記者的話 大部分都是採訪政治新聞比較多 KiznA這個品牌 如果一直等於 九君子這三個字的話 他可能不會有 再變進一步的發展 所以就把他們很像 養大的孩子 養得好好白白胖胖的 就交給他們繼續了 當老闆的時間 我就覺得我365天都沒有在休假 手機從來沒有關過機 出國旅遊永遠帶著筆電 那天天會不會有這樣子嗎 對啊 放鬆對我來說是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我喜歡衛臉 可是你不會覺得 很鬆跟滿散的都是一線理念 我就會很生氣的說 你一回到家可不可以把你的襪子 還有一些褲子等等的 就把它收到那個洗衣欄裡面 等一下是什麼時候呢 明天還是後天還是一個禮拜之後 男生其實最怕女生煩 一直跟他碎碎念 後來呢我就寫了一首歌給他 唱完之後再把那個歌詞再印下來 然後貼在房間門口 很多前輩都會分享他們自己的自我心得 但我把它總結為兩個字 忍耐 所以他有時候出去外景 有時候禮拜一到禮拜五不在的時候 會覺得說 Oh my God Paradise 哈哈哈哈哈哈 今年妳有可能完成嗎 希望 如果今年沒有完成的話 那大概也不會辦啦 那妳是怎麼樣 要弄我們常會的 有那麼誇張嗎 我要求也沒有很多耶 她做人辛苦 家庭夫妻努力中 我們希望做人辛苦可以在幾年內 或戲劇裡 幾年內 我覺得這兩年內吧 因為我已經33歲了 這兩年就35歲囉